此书由运算思维出发,带领读者进入城市设计的世界,而演练部分则选用教义入门的Python作为练习,并有额外增加许多注解,补足文章中无法详细说明的部分。 因此编码过程中感到困难的地方,都可随着注解逐步解开,即使逻辑思考能力较弱,阅读起来亦不会太费力。 此外,书中运用生活中的图力来解释城市设计的运作,作者幽默的口吻,就像在课程上上课一般,让人能无负担地一直读下去,且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城市设计的精髓, 推荐给完全没基础的新手作为第一本入门书。 Python目前在城市语言排名上未居前三名,广泛应用在许多领域,是个相当有潜力的城市语言。 其物件导向、跨平台应用、直观易懂的语法等特质,成为不少新手入门时的第一个首选。 这本教学书将所有学习Python必备的技术整理妥当,并以系统化的方式带领读者一步步深入。 首先了解基础知识,在针对各个面向进阶教学,包含资料科学、网路应用、人工智慧、游戏开发等, 能在学习路上给予全面性指引,各位自学者们可别错过。 在众多城市语言中,EC语言历史最悠久且通用性高,也是目前普及率最高的类型。 其操作上或许没有Python直观,却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有关电脑软硬体的基础,及技术,很适合想彻底了解城市设计的读者。 此书由台大教授亲编,并未刚接触城市设计的高中生,及大学生所设计,亦是台大资讯系大一的必修读本之一。 书中没有太过复杂的语句,同时还附有学习网站,供读者练习题目,及观看教学影片, 透过网站便能随时随地展开学习,便利性十足。 Java卡平台的特性,被广泛应用在安卓系统、网络程式设计、资料库管理方面,为业界常用的语言之一。 与其他教学书相比,此款最大特色在于整本书为全彩印刷,以大量彩色图解说明及城市实力, 视觉上直观好阅读,只要跟着图解操作便能轻松上手。 另一方面,因作者常年在城市设计教学中耕耘,故章节编排上已认识Java开始,再一步步加深到进阶应用,提供相当完整的学习方案, 举凡初学者或进阶者都能从中找到新想法。 逻辑思考总是给人复杂很难学习的印象,但此书打破了这个既定想法, 透过生活化的例子,解释十大基础演算法逻辑,即进阶语法, 再搭配上书中可爱的插画,让学习逻辑思考不再枯燥乏味,想必不论是大人或小朋友都能有所收获。 此外,为了帮助初学者打好基础,书中富有目前被广泛应用的Python城市码范例, 且每个城市码皆有注解,可以充分了解城市码如何运行。 尽管此书是以初学者的角度出发撰写,但对于资深工程师而言,亦是一本值得温习的基础书籍。 为提升学习效率,此书将常被排入进阶部分的城市库移到前面的章节, 由城市库开始建立一套学习模式,并搭配城市码范例练习,解决初学者常见的问题,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比起《实战演练手册》,这款更像是一本遇到编码问题时的参考百科全书, 且目前中文版已出到第五版,可说是相当具代表性。 只是虽其被归纳在入门书类别,但因C本身为C语言的进化版,操作上有不少复杂之处, 并不推荐刚踏入城市设计的新手们选购,较适合以有一定基础的读者们阅读。 与架设网页有关的城市语言分为前端及后端,前端为网页的排版、按钮等设计, 常运用到HTML、CSS、JavaScript等语言,后端则为网页功能及资料库管理, 目前最被广泛应用的城市语言即为PHP。 此书定位在PHP的初学者用书,从基础到结合资料库软体运作, 甚至是实际做出饭店定房系统、会员制功能等范例皆有详细讲解, 适合对网页后台设计有兴趣的读者。 不过对毫无经验者来说PHP难度较高, 建议先从其他好入门的城市语言开始学习, 以免应受挫而半途而废。 很多人学城市设计是为了学习新技能以转换跑道, 然而要找到一份好工作,提升相关的面试力也是一大关键。 例如此书是为求职中的城市设计师所编写, 精选出将近200道面试时经常出现的题目以力模拟, 并附上Google、Facebook等企业如何聘用开发者的故事急需知识项, 帮助面试更加顺利。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, 这款书籍主要是在讨论国外公司对开发者的面试内容, 不见能得完全适用本地的公司, 较推荐给有意找寻国外工作的求职者们参考。 随着城市设计的应用越来越广泛, 除了正统理科生外, 有不少文科生及小朋友也开始想尝试入门。 此书即针对这类族群所设计, 作者将生硬的专有名词及概念, 以一篇篇生动的故事呈现, 并运用扑克牌游戏加深逻辑思考, 不擅长数理的人, 也能从中轻松学习, 打下城市设计的基础。 而此商品另有电子书版本可供选择, 方便通勤时阅读, 有效利用空档时间。 可惜此书主打逻辑思维, 并未复有实际操作的图解及城市码范例, 欲实际演练的读者, 建议搭配其他教学书一起使用。 此书以透过设计游戏快乐学习的方式, 让对城市设计不熟悉的读者也能产生兴趣。 书中的游戏范例城市码内容包罗万象, 包括射击游戏, 钓鱼, 滑雪版比赛等, 可以一边体验游戏破关的快感, 一边了解Scratch的技巧。 另外, 由于Scratch的使用者画面直观, 连小学生都能轻松创作, 非常适合学生族群入门并训练逻辑思考。 当然大人亦可极其认识城市设计的乐趣所在, 但若想直接运用在工作上, 仍会建议选择其他城市语言更实用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 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